我沒有注意到他 我只曉得他很忙 我們家的桌子的資料是這麼高 16日江出征APEC 做六分鐘英文發言 張淑芬說張忠謀很有使命感 最主要是 總統對他的信任 跟我對他的一個了解 我覺得整體來講 我相信他會盡他最大的智慧 來替台灣做事 事實上我知道這消息是蠻早的 剛聽到的時候 我第一很高興就是 我有個理由可以去買衣服 原來這買衣服也不是玩笑話 張淑芬一身MIT 要向世界秀出台灣設計 那當然我是 我有去訂做一些衣服 都是台灣的 我穿下肢的衣服 我穿阿壽皮鞋 所以都是台灣 整個都是台灣的 所以我要讓人家知道 我們台灣有自己的產牌 自己可以用的東西 張淑芬這回也將跟習近平 安倍晉三的夫人會面 已經想好用畫展開柔性外交 我一看那些名單 就送禮物的名單 我就在想 為什麼不用我的畫呢 那我不跟他講就是說 事實上可以用我的畫 最少我的畫 最少還有一點名氣 當然也得秀一下才藝 畢竟張淑芬的作品 登上過香港蘇富比 如今變APEC禮品 也算是巧思 這個是帶有很濃厚的一個祝福 在裡面是 我想很多人聽過我唱 我媽妳被你哄 這個就是在宗教裡面 我們用一個波 或是一個阿麵的那種聲音 喔 充滿元氣的張夫人 最後笑稱張周眸 只給了她這個任務 叫亂我啊 叫我不要亂跑 東森 財經新聞 六指揚昭 台北採訪報導